请拿好您的证件 您查的款已经到了 谢谢 欢迎下次光临 再见 总监长 又你报告了 还行 您的老客户 不是 看着眼熟 忙吧 好的 看来啥值呢 一笔四千七百万块 到了 到了 大多督 来来了来了 煮灭 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 每个环节都不能放松 万一他们不守信约的话 我们还有另外的路可以走 不至于自乱阵脚 欧颜 你要时刻观察 丽莎工程进度如何 只要他们工程有什么变化 马上通知我们 我们会想办法对付 好 我看孙仁丽 是野猫闻见腥味了 老夫人 给先生打电话吧 打 总裁 喂 我是曾秘夫 老夫人 什么 怎么 你们在火车站 喂 阿姨啊 你们去火车站干什么 哪个火车站 你们 你们等我吧 我马上过来 我妈到唐安了 这 你准备撤吧 跟我去一趟火车站 好 老夫人 去点一个豪华套监 我这个妈就是呀 不是想打电话过来 老是搞什么突然袭击 老夫人一贯是这个作风 咱们赶紧走吧 走吧 人呐 刚走 怎么回事啊 接了个电话 说款有些问题就走 那人去哪了 先生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得赶紧想办法呀 我都讲了 卢总 咱们走 这人做事不靠谱 你说谁呢 说你呢 还说谁呢 你少在我这儿耍后啊 你是徐丽莎的副总 不是我老板 你说干什么呢 我耍什么横 我耍什么横了 我只问你办的这件事 我欠你们的了 我跟你讲 丽莎大厦跟我八家都打不着 要不是看在卢元的面子上 我才哪子伺候你呢 你这事办的就是不好 行了 别吵了 别吵了 陆总 我上车去等你 他跟你说了什么原因了没有 人家没说不能办 马老板也说不清楚 这不一放一电话人就走了 行了 再等等看吧 大人下来 谢谢啊 二位有什么需要叫我 来 森哥 来 森哥 森哥 您电话这么一说 我还真以为钱到不了呢 我办事什么时候不讲信用了 喝茶 陈金生肯他真知道咱们去董家沟了 打死也不能承认 可 怎么 你说了 你也没提醒我 一不小心说漏口了 你 你 你说你这个嘴 怎么这么不牢靠 如果卢元知道咱们是冲那兵文物去的 搞不好是鸡飞蛋打一场空 本来是想套路的 一步一步地深入 这事可好 你怎么那么没成福啊 这事可好 不过 他们还钱那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有卢元在这儿里面一搅晃 我想他黄贤民这一回 绝不会再和薛杀谈条件 记住 咱们一定有把钱 压到他们这根弦快崩断的时候 再出手 即使他们察觉到什么 办法反悔也来不及了 万一有什么变化 咱们可以马上抽身走人 这样吧 你马上去找陈金生 跟他讲明了 让他劝他们 把他见过那个 宋歌谣鱼耳炉拿出来 你告诉他 事成之后 我就不会亏了他 孙大哥 据我所知啊 在前年的拍卖会上 宋歌谣的鱼耳炉 已经拍卖到三千七百万了 你现在这个人三千三百万 你想人能出手吗 是 只要他肯卖 我出四千七百万 就得看你的本事了 钱是现成的 可这话怎么说呢 你就说 上四年前可能有出问题 清好的协议先不用吧 你怎么办 你先办 孙大哥 据我所知啊 黄老板他们也在打他们的主意 万一他们先下了手 他们会不会不要这笔贷款了 说到这儿 咱还真不能不妨 这样吧 你先放出风气 说钱马上就到 我再探探雨红集团 他们到哪一步了 记住 只要黄小明有动作 咱们就立刻下手 没问题 你先进去 你先进去 妈 您要来唐安 为什么不事先打个刀我呢 万一我要飞走了怎么办 走就走呗 我又不是冲你来的 这是唐安的什么地方啊 是东还是西 南边吧 南宫西园在哪儿 这我不知道 要不我找人去问一问 不用 我自己去问 妈 你以后不要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得改一改了 你爸爸在的时候都管不了 你说改就改啊 告诉你一辈子惯了 董事长您来了 套房办好了吗 好了 别打了 我问问 他不是答应了想办法吗 有消息他会给你打电话的 不应该啊 有什么不应该的 谁还没有点难处呢 近生 我现在好像明白了 爷爷这辈人 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下活着了 什么名啊 利啊 一切在他们眼里都已经很大了 他们把钱捐给了山里 把一颗平常心留给了自己 董贵爷跟了爷爷几十年 而且几十年如一日 每一个季度就是那个时间 给爷爷报一次 早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的老账 就好像 旧社会的当铺 还在开着门 纳着课 山里边的村民 几十年 和爷爷这么一个外星人 相处的是那么的水乳交融 我每一次去山里 你就能感觉到他们 都是在敞开胸怀面对着你 他们在山里边生活了一辈子 甚至于到现在 每次打电话 都还要到几十里以外的乡上 但是他们无怨无悔 生活的是那么的平静 就是因为你 不懂得始终的 但是那些是 你不想在乡上的 你不想在乡上 如果是秦樊 你能不要决定 你不想在乡上 你不想在乡上 就是几十年 秦少 你说他们是为了什么 相信他们这一辈子 咱们还在这儿斗 在这儿争 你说我们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他们太傻 还是我们太孙 我们就在这儿 丽莎 还没消息 咱们再等等吧 回家吧 文青哥孩子在家等你呢 阿姨刚才打电话给我 说你的手机又关机了 没电了 我送你回家 我送你回家 还是再等等吧 后天才是日子 刘秦升在这儿等吧 陆总 走吧 车就在门口了 好吧 那我们先走了 好 我送送你们 我送你去 还不睡觉啊 我刚才去散步了 变了 这唐安哪 真是变了 你离开这历历六十年了 肯定变了呀 这人还不知道 变成什么样了呢 谁啊 我刚才闻见 这街上吹的风啊 都带着甜味 闻久了 还不都一样 妈 你以后不要再搞什么突然袭击了 你跟我生活了几十年 连这个都不适应啊 可见你对你妈了解有多少 这跟了解的多少没关系的 小明 说句实话 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了解你妈妈 你别傻话 这次来呀 我就是要让你明白很多 你过去不明白的事情 好了 休息 好 早点休息吧 妈 你明天打算去哪里啊 我想先去找找南宫戏园 早就没有了 戏园肯定是没有了 可那块地跑不了吧 这样吧 明天找欧远陪你去 不用 你就让你辞退的那个 卢元来就行了 你找他干什么 我找他 自有找他的道理 好 试试看吧 别以为没有你 我就找不到他 妈 是不是他叫你来谈安的 你就别问了 你就去办吧 到底是不是他 干什么 妈 你就告诉我吧 不瞒你说 最近他跟我作对 我千里帆来谈安 不是谁想请就能请来的 味道 新章 爸妈呢 我叫人去看戏了 你怎么没去 我一个人在家待着 又爱不到别人 你这说话怎么带着火药味 我这不关心你了 关心 关心谁啊 你现在不是只关心丽莎大厦吗 行了 我这忙了一天了 早点休息吧 是 全天下来人就你一个人最辛苦 你快点休息吧 明天还要上班呢 宫卿 我这么做是没办法 话要说回来 我也没做错什么 我有说你做错什么了吗 只要你觉得合适 做什么都可以 对不起 等过几天 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我的家人到堂安来 你刚露了一面就进山里去了 可以 为了爷爷的事情我不说你 那是应该的 可你从山里回来 连家门都不进 手机也关了 是手机又没电了吗 我告诉你 如果今天不是妈妈催我 我根本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 爷爷一来就想跟你聊聊 可你倒好 趁他老人家一天到晚 一遍又一遍地问我 卢元去哪儿了 你让我怎么说啊 卢元 做事情你要替我小娘好呢 如果今天换个角度 是我这样对待你的亲人的话 恐怕你早就不接受了吧 今天就连冰冰都问我 爸爸是不是不要她 那小孩子说话你也那么认真 我是她妈妈 卢元 你别想当什么救世主 没有你 人家徐丽莎一样把公司做得那么大 一样和郝建军平平安安地 生活了很多年 倒是你要想一想 自从你卷进去以后 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说完了吗 没有 没说完回房间说 一会儿爸妈回来 我就要在这儿说 那你说 我就睡觉了 卢元 说 你到底还要不要这个家 我怎么就不想要这个家了 我告诉你 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随便 妈妈我回来啦 妈妈我回来啦 好 进去 快点 回来吧 妈妈 妈妈就是 她跟妈妈说了 戏好不好看 卢元回来了吗 回来了 走 对吧 妈妈记得了 我不去玩 我要 我要跟爸爸说 哎呀 要不好的 滚家 算了 先这样子再玩会儿吧 姑娘 卢元欺负您了 卢元 滚下来 爸 老婆 明天再说吧 蜜蜜 走 快去走 爸 爸 妈 卢元 明天出控陪陪公卿的家人 妈 等我忙完这几天再说吧 你还有没有个轻重唤气啊 你说话呀 你连自己的家人都安置不好 还要帮这帮那 你自己吃几碗干饭 你知道吗 老卢 明天再说行不行啊 嗯 我告诉你 明天你哪也不能去 你还有没有人原则你 原则原则的 自己的儿子又不是外人 那原则到家里来了 又不怕人笑唬 你以为还不严 爸 我出去了 来 你给我站住 人家宫庆的家人 好不容易从台湾来一趟 你得好好地陪陪人家 你知道吗 我确实有事 有事也不行 爸 你让他去吧 今天我陪爷爷和妈妈 去博文馆这儿去了 还是向他去 走吧 找个时间陪爷爷聊一聊 这边都整理一下 好的 陈老板来了吗 陈总一夜都没回去 你小子等着 见了面我非杀了你 你没回家 等了一晚上呢 怎么样 有消息吗 电话打了一晚上没人接 这马玉娟是什么意思啊 这马玉娟是什么意思啊 连电话都不接 做也好 不做也罢 总不能这个态度吧 明天是最后一天 后天上午 如果再没当 丽莎大厦的前景 就很难呼吗 废话 这还用你说呀 陈老板 陈老板 咱们的时间确实有些紧 今明两天 咱们还要全力应付 典当行开业的事 你还要找人去董家沟接爷爷 要不这样吗 马玉娟那边我来小班了 你就忙咱们这边的事 忙什么忙啊 挂个牌放几串鞭炮就完了 你赶紧把马玉娟给我找找 行不行 给他同位话 行 我去洗个脸 我找他去 洗什么脸呢洗脸 赶紧找马玉娟 工地咋样了 一切正常 卢东有消息了吗 徐总 不动了消息了吗 对不起 没事 徐总 如果抓远快还来得及 要不咱们再等等 我没事 没事 我没事 文一 你好 这里是健太 什么事 医院哪来的 董事长 你好 我是徐丽莎 快 叫车 徐医院 快 叫车 走 徐总 怎么回事 徐医院打来的 我知道 徐丽莎 我去开车 我先给徐医院打打电话 告诉他一事 徐丽莎 徐医院 徐医院 什么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来 赶紧我去医院 建局不行了 董事长 上车吧 你们总裁跟卢源联系了吗 总裁让我联系了 您先上车 咱们边走边打电话 那 先去看看南宫徐院 好 陆总 我知道了 情况不太好 我们都在医院 那好 我们等你 陆总有消息了吗 陆总如果有消息 一定会打电话 徐总 大事的事咱们先放一遍 他那里 还把医院也在医院里 跟医院专业 就算了 你怎么系的 在医院里 不理你 或者警官 怎么了 有一点 你也有想法 你也有意义 你也有意义 你不算是 齐悦 麻烦你转告下丽莎 让她尽快到医院来一趟 是这样的 上午她母亲不小心滑了一跤 现在情况不太好 怎么样了 打了一针睡了 那外科的人走了 有事让咱们打电话 齐悦 你听我说 我不管她什么事 你都让她到医院来一趟 这数据准确吗 按理说呢 我们银行啊 应该为储户保密 可是看孙总的样子 不像是为你们雨红办事 所以呢 我就过来问问你 可能孙总 有什么好东西 不想让我知道 其实我早就知道 孙仁丽她有事 完全有可能 总裁 人家做人家的 咱们做咱们的 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对 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说得也是 凭黄总裁的为人 孙总不会有事不告诉您的 看来我是多此一举了 话不能这样说的 你这样做是出于关心我 我应该谢谢你 怎么说 去看看孙仁丽她在不在 在的话把她叫下来 好 说胡佛航长来看看她 这么做不妥吧 你放心好了 她知道如果有好东西 我知道了 一定会喜欢的 叫她下来聊聊天而已 一定要找到她 我还要求她 我去做一个小事的 想请黄总裁帮忙 忙 说吧 您知道快到年底了 我们银行的存款任务啊 还差那么一点头寸 黄总裁能不能帮这个忙 得多少 这个您看 多了多寸 少了少寸 如果有困难 就当我没说 这个好办 等一下曾秘书回来 我叫他跟总部联系一下 尽可能多打一点过来 反正以后谈案做项目 还要用钱呢 那就太感谢了 坐坐坐 来 喝点茶 好 黄总 丽莎大厦这个项目 进展到哪一步了 一言难尽 你知道了 我这样做是出于好心帮他们忙 谁知道孙总和欧彦做得不漂亮 搞得这么多年朋友 多伤和气 这我知道 准备怎么办呢 他们答应我 五天之内还三千三百万 不是三千万吗 好家人去赌 还欠我三百万 但是要不是卢元从中捣乱的话 我也不想闹得这么僵 他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 我就成全他 看他怎么跟我斗下去 这次我绝不客气 这三千三百万争丽莎大厦 不太合适吧 这个当然了 话可以这么说 事不可以这么做 要是真守丽莎大厦 三千三百万 这是第一口价 价钱会谈下去的 反正以后 在唐安这座城 还要担下去的嘛 这才是上策 总裁 不好意思啊 圣子要有饭没吃完 耽误了 不好意思 这么大个老板 还差一口饭哪 胡复航长 找我们谈事情 想见见你 你让人久等了 胡复航长 不好意思了 听黄总裁说的 没那么严重啊 开玩笑 坐吧 坐吧 好 坐 听说 你瞄上什么大祸了 想一个人独瘫 是不是那批大物 有眉目了 我哪儿是什么大祸呀 没看我像围族餐一样 到处乱撞 一心指望着 能撞着一个发大财的机会 撞不着我 我看你不像是乱撞吧 反而觉得是胜券在握 你该不会是有事瞒我吧 那怎么会呢 那就对了 我说是 护肤航长 找我们帮帮忙 说年底银行头寸有点紧 要我们打点款到银行去 多少 我打五千万 我看 孙老板就打 我打四千七百万 黄总真会开玩笑啊 我哪儿这么多钱 上次的货还在龙岗压着呢 别说五千万 就是五百万我也拿不出来呀 当然 当然 不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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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总 听说老太太来了 我这个妈 就是爱搞突袭 说来找什么救舍会的戏园子 这个妈太有个性了 都八十岁的人了 哪儿像 也真是的 黄总 历舍大哨 你准备怎么办 你说该怎么办 我 我怎么能当得着你的家呢 不过我把话说到前面了 如果这次谁敢拦我的话 我就绝不客气 那是 那个小卢元 也不是你的对手 所有人 这次还能挺得过去吗 很难说 这可怎么办呢 你还不会在这儿 你说他应该怎么办 你还要知道 他要认可 那我只能够想 我会想到他 但是他就一直在 那我一起够绝对 一下子 把他们在里面 我其实我很喜欢 没有报 他知道吗 还没敢告诉他呢 长安 你坐亲生的车先回去 到大东点单行 去等转款的消息 一有情况马上给我电话 好 齐悦 跟我去趟精神病院 好 走 游公司怎么走这趟路的 我想去看看阿姨 好长时间没去看她呢 现在 我前两天去看过她了 我妈没事挺好的 小朱 掉头回公司 别别 都已经到这儿了 一会儿就到了 我已经说了我妈没事挺好的 掉头小朱 我已经说了我妈没事挺好的 是我妈出什么事了吗 说话呀 慢点 老夫人 您还能认得出来吗 欧远 是这儿吗 我专门让当地的朋友打听的 他们说的就是这儿 那 那怎么跟原来一点也不像呢 如果没错 那 那边就是戏园子 这儿呢 就是大家游园的地方 那 那那边就是后台 老夫人 对不对呀 我瞎猜的 现在谁还说得清呢 董事长啊 您这趟来呢 就好好转一转 也给我讲讲您过去的事儿 给鲁远打电话了吗 我忘了我现在就打 你们这些小年轻的 怎么旺行比我还大呢 喂 黄总裁 我是欧远 董事长一定要找到鲁远 通了吗 嗯 还没有呢 正在打呢 没通你跟谁说话呢 好的 我明白了 董事长啊 我们走吧 边走边打 好吧 走 走我们走 哎 慢一点 哎 慢一点 看来孙仁力要找的东西 已经找到了 她是不想让我知道 不会的 你们俩人关系不错 她有事儿 也不应该瞒着你 她肯定有事儿瞒着我的 你们俩人之间 不应该有矛盾冲突 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生意各有各的做法 赚钱天经地义的 那还能有什么 跟我有关的 不会 肯定跟我有关系 她才会瞒着我 是 你傻大傻 这事儿就办得 太没有道理了 赚钱不讲道理的 只讲手段跟目的 这么说 这事儿还真有点可怕 不行 我要去趟监太公司 你准备撤吧 好 我现在就去 你准备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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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协议 为啥不守信用 为什么不守信用 我现在就来告诉你 陈老板 我凭什么给他借钱呢 如果不是当初 你提的那几件文物 我才不干这傻事儿呢 人家孙老板凭什么 被给他借钱呢 几千万的人家冒这么大风险 没点想法 那才叫傻瓜呢 那你当初干嘛答应啊 我现在也没说不行 卖军 你到底是啥意思 啥意思 宋歌摇鱼耳炉 拿过来 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拿 宋歌摇鱼耳炉了 是谁跟我说 在董家沟还亲眼看见他 又是谁跟我说 有人要卖这宋歌摇鱼耳炉 让我把钱准备好了 没问题 现在钱就在银行 随要随取 兄弟 我东西呢 别人不知道我马鱼金要干什么 你能不知道 你还口口声声跟我发火 我告诉你 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全怪你 孙老板成天还跟我发火呢 我心里憋了一嘟嘟气 我还不知道下哪儿扎呢 你他妈混蛋 拖到现在才说实话 你当初干什么来着 当初是谁跟我说要卖这批文物 而且口口声声说要提百分三十 谁说的 谁说的 你 啥时候 忘了那天在酒吧 我没说 没说王八蛋才说了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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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